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肺癌是中国发病率最高的癌症 也是死亡率最高的癌症 很多患者在出现症状的时候 其实往往已经是晚期了 这样再治疗效果肯定不太好 但是如果能早期发现肺癌 经过治疗后 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 也就是说呢 发现的时间对于患者的治疗效果非常重要 那么怎样才能早发现肺癌呢 其实想要做到早发现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肺癌筛查 从中找到癌症患者 低剂量的胸部CT是肺癌的筛查利器 那遗憾的是早期肺癌往往没有什么症状 或者只是一些很平常的症状 比如肝壳 有时候跟感冒差不多 所以呢 根据症状来判断 往往不靠谱 必须用一些更先进的检查方法 过去呢 医疗条件比较落后 检查肺癌 只靠胸部X线光来拍片 这种方法很不保险 容易漏掉或者是误着 随着科技的进步呢 诞生了新的检查方法 就是低剂量胸部CT 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建议呢 用它来替代胸部X线光拍片 美国做过一项包括50万人的 低剂量胸部CT筛查肺癌的实验 初步结果显示呢 用低剂量的CT筛查发现肺癌的患者 死于肺癌的几率呢 比胸部平片检查发生的患者 低了16% 对于肺癌的高风险人群 目前呢 推荐每年去做一次 低剂量胸部CT来进行筛查 那满足哪些条件 就算是肺癌的高风险人群呢 那具有以下特征的 就是我们说的肺癌的高风险人群 推荐进行肺癌的筛查 第一呢就是年龄在大于等于55岁 吸烟大于等于30包年 那这个包年的概念呢 就是说 如果每天吸烟的包数 乘以吸烟的年数 比如30包年 他就是说 每天抽三包烟 那你抽了10年 就叫30包年 所以吸烟大于等于30包年呢 并且吸烟没有超过15年的 这是第一种 第二类呢就是 年龄大于等于50岁 吸烟大于等于20包年 那合并有额外的肺癌危险因素 比如家族的亲属中患了肺癌 而且环境中有确切的致癌物等等 那普通人应该怎么做呢 普通人预防肺癌 其实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呢 就是戒烟 戒烟的最好时机就是现在 越早戒烟 越早受益 如果查出来是中晚期肺癌 家里边又无力支撑 怎么办 癌症特别是已经扩散转移的癌症 对于家庭而言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 为了不让我是药神里的悲剧重演 我国呢正在大力研究一些抗肿瘤药物 现在很多著名的医药公司 有多种新的靶向药 在全国各大三甲医院 做免费的临床用药实验 大家有机会零成本 获得这个机会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 可以点击下方的评论区联系我 帮您联系 难得的机会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